郑小龙导演可以说是一块影视圈的金字招牌 于是电视剧《女乐专》尚未开拍 这演员们就开始挤破了头的想往里钻 于是世系什么的对于他们来说 就成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考验 其实在我们的圈子里面 在我们的影视圈里面 郑小龙导演只要开戏 就没有任何角色 没有不竞争的 哇塞 你不知道我都挤破头了 我觉得真的 因为当时就是这个戏 刚开始放出一点风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女乐专》要开拍了 然后看看有没有 就大家知道以后就疯 就是大家疯狂地要去去见这个导演 要要去试戏 面对激烈的竞争能取得试戏机会 对演员们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 于是即便发着烧还在其他剧组赶工 高云小也是硬着头皮 抢穿着自己的身体去见导演 连拍了几个大夜之后就发烧了 发了发烧然后很很高的烧 然后知道导演想要见我的时候 我就请了假 特意从长沙的浙江 倒了两班飞机再回到北京 半夜已经两点多了 我就直接去医院打点滴 打完点滴一早上起来 就直接打完就直接去剧组 跟导演见面了 饰演门音的徐凡希更是在尾骨摔断了的情况下 强忍剧痛硬撑上阵 然后就试一场戏嘛 抖得不行 然后又又就是赶在那个时候是戏的时候 我正好是因为拍戏尾骨摔断了 然后我又怕错过这个机会 然后我就说跟公司的人说 我说千万千万别说我受伤 尚未见到导演时 徐凡希几乎是被人抬着走路的 然而一出现在导演的面前 他立马就变得跟个没事人一样了 那我记得那次我们试戏的那个应该是在六楼 上去的上楼梯的时候 还是两个人一边架着一个 倒了以后我说好散开 全部散开 我就一点点挪进去 挪进去 然后就变成正常人 喊痛 但那时候已经忘了 我就想 我一心就要想我要试戏 我要上导演的戏 我要上导演的戏 除此之外 郑小龙导演挑选演员时格外严格 试戏三五次那都是常事 我演郑秀 我在定阵录之前 我试戏失了一个半月 我试戏失装四到五回 反反复复的试戏有时 也让原本心心十足的演员心里焦脆 扮演郑秀的袁志伯 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戏过程中 饱受煎熬 第一次试完 第二次让我试的时候 我还挺高兴说 哎 应该不错人家才叫第二次 第二次拍 再试完第三次的时候 我就开始犹豫 我说 一定是自己演的不好 那第一次再试的时候 附近觉得 哎呀 不要试了 行就行不行就行 你给个痛快话 你不要一刀一刀的拉我 你赶紧一刀把我斩 斩了算了 尽管来来回回是了五次戏 演的还都是一样的戏码 让袁志伯苦不堪言 但为了得到导演的肯定 他也算是活出去了 正儿复始 其实你 而且试的是同一场戏 到后面 其实我也跟自己较劲 我就想看 你不是要看我 不一样吗 那好 我就给你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我咬牙切齿 我就是将狼裁尽 我要让你觉得 这次比上次好 至少比上次更不一样 希望在线 独家采访